全球舆论大动态 精彩有报天天图 大家好 我是邱伦海 这几天还有一些事 国内国际 国内有一个大好事 嫦娥 5号 奔越 这个还带回了一些东西取样 然后在国际上 拜登公布了他的内阁的团队 这个大部分都已经定了 尤其国家安全团队 外团团队 特朗普好像有点认输的迹象了 马上告辞 好吧 总而言之 事情都得向着正面的方向发展 看一下 国际居家 我之前跟大家讲 大家如果以后小孩学英语 就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视频 音频拿出来听 他发音还是可以的 但句子特别简单 你比如他最近 他弄来弄去 什么 We won the election Biden won the election because 什么 什么 全是短句 到底是谁 win 到底是谁赢了 不知道 现在来了 Final Times搞了一个漫画 so win I win 还是我输 到最后他说 他说 我可能会承认败选 但是我还是胜利的 这啥意思呢 很烧脑 但这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说他败选 他承认了 对不对 完了以后 马上宣布 2024年重新再来 能不能来了 另当别人了 能不能胜 更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了 现在是这样的 宾夕法尼亚州 输送被驳回 川银开始上诉 这不用解释了啊 然后同时密西根也完成了选举结果的认证 确认拜登获胜 对不对 老先生 这个 两个都老先生 这个特老先生 这个 特老先生 特老先生 这个权力还是要保护的 对不对 然后 然后这个 不闹就可以了 特朗普竞选总部 称无论选票 认证结果如何 都想继续诉讼 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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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速到2035年 这是可以有的啊 同时我们再看看BBC 说美国大选 共和党中南几人士 呼吁 那个 特朗普成人败选 然后密西根之后也 也确认了啊 同时 《世界日报》有个社认说 听任川普回美国的民主共和党 将制食恶国 对 这个是 这个很有道理的 因为到底 共和党里面的主流派 到底什么 因为特朗普不是主流啊 特朗普之所以2016年被拱上去 因为当时的民粹 当时的全球化 当时的贫富不均 已经到发展到登峰操级的底部 但现在 共和党能不能回归主流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主要的 同时《世界日报》说 川普同意政权交接 最近他是在 这个推文上 写了一个东西 他说他已经 已经告诉那个什么 总务署 可以准备移交了 然后呢 他弄了一个理由是说 我不想让总务署的宿长为难 要不然的话 大家都会攻击他 反正理由都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是 最后的核心信息 key message 就是要开始移交了 然后他还说 I told my team 我已经告诉我的团队 准备移交了 这挺好 这还避免了美国民主 不乱 下面我们继续看啊 不过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之前一直在担心的 有一个事没有发生 就是美国发生内乱 这大概还是 不过满口饭不能吃 满口话不能说啊 可能还是体现了美国社会 民主吧 相对来说还比较成熟啊 我们以后再看 这个二十国领袖峰会说 特朗普批评巴黎协定 是为杀死美国经济 行了 你这么一说 我就这么一听了 可以想象的是 这个2021年1月20号 拜登上任之后第一件事 就是重返巴黎气候协定 好了 信报有个设论说 特朗普临别搅局 台海在天新的变数 这倒是有可能的 这个是台海啊也好 中国也好 千万不能躺着中枪 因为他要打的 他是要给他的后任 拜登要设一个门槛 要买一个地雷 拉高到的制高点 是你下来一点点 在道德上就要受到谴责 所以这 这一招很毒的 昨天 应该是前天吧 然后有一架飞机降落到了台北 桃园机场 然后很多人说 哎呦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去了 后来发现不是的 原来是印太 这个战区的一个情报总监 是一个海军少将去了 这个问题也很严重啊 自从台湾旅行法出台之后 你看从卫生部长了 副国务卿了 现在的军事情报部门的首长 而且尤其是这个印太战区的 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已经全方位把台湾 纳落到他的军事体系 而且纳落到他的军事情报体系当中来 这次如此高调 情报人员访台 可以是秘密来的吗 可以是私人身负来的吗 如此高调 其实就是一种挑衅 就像全世界宣告 这两个战略的东西 但关键是 北京现在说 一反对官方往来 我倒是关心了 后面拜登上台之后 因为这个是特朗普的举动 对不对 拜登上台之后 会不会接下来 我认为会接过来 因为在拜登和特朗普之间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 只有风格的差异 没有本质的差异 好 这点我们要注意的 好 今天我们看看拜登那名国家安全团队 布林肯恩 这个担任了美国国务卿 他是奥巴马时代的 曾经担任过美国副国务卿 那么另外还有外交的顾问 另外这个苏利文 成为最年轻的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报道称呢 耶伦就是前任的这个美联署的主席 有可能是作为财长的候选人 这个财长基本上都是都是女的 要么是耶伦 要么是Warren Warren现在已经没戏了 因为共和党内部 据说拜登一开始是准备写Warren的 就是那个Elizabeth Warren 就是刚开始跟那两个人一起晋升 民主党候选人的那个女州长 后来由于共和党内部主流的反对声音太多 但耶伦老太太是可以的 同时我们看看拜登重要的阁源人 人选多来自于奥巴马时代的官员 那么路透社和RT 先看看路透社 交点说拜登展开人事布局 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这个肯定是欧洲方面 我说的是西欧肯定爱听 德国了 法国了 比利时了 荷兰了 这些国家 然后俄罗斯肯定不爱听 前几天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被问到的时候 你怎么还不祝贺这个拜登啊 他说没什么祝贺的 因为他没当选这话也没毛病对吧 但是你要问当时现在有两个普 两个普兄 一个是在两个宫 一个在白宫的普兄 那就是特朗普 一个在克里姆尼宫的普兄 其实克宫的普兄 其实很喜欢白宫的普兄 因为建国同志嘛 咱们经常说建国同志建国同志 其实最主要的是俄川建国同志 他是帮俄罗斯去建国的 建到什么程度 咱们现在不知道啊 地下工作者嘛 好了 这事咱们就不开玩笑了 这个美国的政治杂志 和那个联合早报 联合早报报道说 拜登和欧盟首脑通话 受邀 这个访问布鲁塞尔 我这来得也太快一点了嘛 然后范迪雅 就以前的德国国防部长 现在是欧盟的委员会的主席 他说 这个拜登 wins means new partnership with the US 这个拜登获胜啊 意味着欧盟跟美国可以全方位的 恢复外交关系 恢复的伙伴关系 这个当然是对 对拜登团队是念在之的 但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挑战 不是危险 是一个挑战啊 这个因为一个整合以后的西方世界 对中国来说肯定是一个挑战 这个拜登 大幅度的缩减 总统就职典礼的规模 同时中 这个这个事咱们应该 昨天开始到今天 24小时都知道了啊 美国制裁89家 射军大陆的企业 北京开始回枪 现在我们关心的都是这个都是强弩之末 是特朗普政府的强弩之末 关键问题后面拜登会不会接上去 这个是要观察的指标 我个人认为啊 其实拜登和特朗普的区别啊 在于风格 在于做派 在于专业与否 但在对中国的本质的问题上 说不定拜登政府会打击的更加精准 以会更加专业的方式 打击的更加精准 当然他是今天把昨天的话来推翻了啊 语无伦次这些事可能不会发生啊 什么中共党员了 诸如此类的啊 还有什么什么动不动关系领事馆了 这种完全不靠谱的事 恐怕不会发生 但他会打击的更加精准 所以未来跟拜登 应该是在更加专业的更高的层面上 展开一个更加专业的一个战略角逐 那跟特朗普的是吵架 那是吵架打打架的事 好同时我们再看看联合早报 这个澳大利亚呼吁中美不要强迫别国站边 我们没要求你站边 兄弟你自己不站边就好了 这小国就是小国 说出来的话都是格局太小 商业电台说英国提了一个新的法案 说电信公司所谓华为设备的将被罚款 英国兄弟不行了 一个一个都不行了 好了现在孟晚舟12月1号马上就要到了 两年前2018年的12月1号 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无辜的 被无端的扣押 快要两年了 现在加拿大警官作证 说否认要求取得手机的密码 联合早报报道说 加国警方无法解释 他们如何取得孟晚舟住所的一个密码 同时中国和朝鲜关系 这是按照韩联社的报道 韩国的媒体 基本上是可信度大概只有一半 真的是 可信度只有一半 这个 但他这么一说 我们就这么一报吧 大家也就相信一半 说疫情下 朝中贸易 十月 瑞减 相信一半 同时我们再看看 这啥报纸 哪里的报纸 然后联合早报 说有个地方开发冠病资讯 手机应用 这个 习近平主席最近在二十国领袖分会上 提出要用马 健康马的方式来加强国际的合作 推广中国的经验 这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像这些东西 其实我首先认为香港老早应该去用了 这个人权跟自由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要问人权问自由 你先去看看德国 德国已经用了 关于德国的区别跟中国在什么地方呢 你比如中国的一个马 一个绿马啊 你比如发现一个个案 基本上可以追踪到十到十五个人 就十到十五个环节 不是一个人 他一到环节肯定有三十个四十个人 十到十五个环节 而德国这个马呢 只能追到四到五个环节 这就是区别了 但是这不等于说技术上不过关 不等于说不用这个东西 你的什么个人隐私啊 什么的什么人权的 你可以通过法治来保障 所以香港政府好好学一学这个东西 看看有报天天读 同时我们再看看这个大公报和法国 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啊 说这个法国水雕养殖场首限新冠疫情 哎呀 这以前谁说的一句话 叫什么找到风口 连猪也会飞 我这个再加一句 赶紧抑制疫情 疫情不抑制 连猪都 飞上去的猪都生病了 这开玩笑 同时我们再看看经济日报 BBC 哇这么多 Financial Times 报道说 牛津疫苗平均有效率是70% 最多仅售31块钱 现在关键是温度温度温度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 一会儿我会讲的 美英德的国民最快12月初要开始打疫苗了 打疫苗了 但是温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温度昨天跟大家讲了 这个零下70度 但零下70度 发达国家都做不到 可能专业的实验室可以做到 你每家医院都能做到吗 所以下一步是怎么技术上能够保证 大概零下30度到20度 就普通冰箱能够做到 或者零下40度也行 然后大量的医疗冷冻的器材肯定很赚钱 谁后面去投资 这种冷冻冰箱 恐怕就像今年上半年去投资呼吸器一样的 可以赚一笔 好嘞 这个不作为投资自然 输的钱千万别来找我算账 赢的钱也别来 赢的钱我们也不分你的钱 大公报说 新冠疫苗必须低温储存 全球极强干兵 然后最后一张说2020年太多事 这是废话吧 我每个人都觉得事太多 牛津字典 选不出年度代表词 行吧 好 还有十几天时间 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大家想一想年度词 到底应该是什么 过去说吧 好 这个刚才想的年度词 述报 两个字都说错了 好我们看看 Final Times这个新报报道说 内塔尼亚湖到访 沙特阿拉伯府人 曾经会晤过王储 埃塞俄比亚先叛军72小时之内投降 然后呢 安倍 安倍最近还忙得很呢 安倍 之前不是大肠不好吗 大肠不好这个事儿挺尴尬的 肾好不好人家一点都不知道 大肠不好很尴尬的 比如他跟其他国家元首 拔弄到一半说上厕所去了 全世界都知道他 关键现在他肠好不好先不知道 又很积极 在政坛上 又在布局他的下一任 但最近遇到的小麻烦 安倍涉及到伪政治资金法 这个事儿看看会不会放他不过 同时我们看共同网和QDO QDO也是共同网 共同网这个日本版 说日本的防卫费 以货将连续六年超五万亿美元 韩国防长和中韩美军司令 举行闭门会议 韩国媒体报道说 这个美国战略级战略级武器 云集朝鲜半岛附近 频繁的进行军事演习 MF国际货币禁止组织说了 这个今年全球经济萎缩是4.4 中国的是涨了1.9 中国肯定不止1.9了 这都搞错了 这是今年年初的这个forecast 今年你看 今年第一季度是跌了负的6.8 第二季度就到3.2 第三季度是4.9 现在第四季度一定超过第三季度 然后你平均一下 肯定不止1.9了 应该是搞错了 好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彭博通讯社宣布 烈油业领导者将发生 有史以来首次改变 这是可以研究一下 日行中文网还报道说 全球的汽车产业势力版图 重心在转向中国 同时呢日本啊 明报和日本经济新闻都报道说 说沙特阿美这个准备发人民币的一个债券 大魔说呢 RCEP保持中国的供应链的一个优势啊 香港新报 然后呢这个澳洲电视台还涉及到鲁华 新闻报道说 播什么五支天吃蟑螂 日本的老熊老熊猫创高龄天丁记录 哇 你看天熊猫都那么具有生产力 努力吧 朋友们啊 最后啊 是不是最后了 这个火星探测器发现有洪水的痕迹 前几年啊 大家每个人都摆一桶冰水往身上泼 对不对 冰桶挑战 大概2013年的时候的事吧 这个事儿 好几年了 那么 剑洞七年 冰桶挑战发起人 不幸病逝 因为他当时 发起这个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世界上有这么一种剑洞人 要引发大家对他们的关注和关心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七年之后 他也不幸去世了 最后告诉你 联合新闻网报道说 波兰有一个世界最深的潜水池开幕 水深 哇 这个数字说出了吓死人 45.5尺 还藏着很多巧思 巧夺天空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感情是点 好我们看一下 人民日报 中共正向机关报 和这个香港大公报报道说 这个最近大家知道 20个领袖峰会 还有互联网大会 还有等等 还有什么这个 有关地球命运的会议 三场多边峰会 重申开放经济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所以习近平这个主席 在峰会上提出中国方案 同时我们再看看人民日报 中共正向机关报说 和音为重塑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指明方向 这个中国都是有重大的 长远的眼光和战略布局的后疫情时代 好嘞 这个咱们换一个焦点 要不然我就一说说太多了 三分报纸 哇 中国时报 NHK 还有香港经济日报 都指向同一个 就是中国外长王毅 访问日本和韩国 外交战突破美国封锁 这是中国时报的标题 香港经济日报说是加强东亚合作 你看 这个 不同的角度 很有意思 中国时报是说外交战突破美国封锁 从战和突破封锁 然后香港经济日报是从东亚合作的角度 换句话说什么呢 就是以东亚合作来突破美国的封锁 这个跟大环境是有关的 我们一直说 现在全球化在面临衰退 无论是RCP 什么RTPP 还有什么TPP 什么TPIP 各种都是地区化 都是双边和多边 包括英国脱欧 之后要跟各国各个地区 全球化没什么事儿 既然是地区化代替全球化 那么地区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这个东亚合作最主要是中日韩 混 水至清者无鱼 混 混水摸鱼 正面意义上说 大家一起赚钱 赚了赚的 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除非是美国人 对啊 所以大家一起赚钱 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重大的战争发生 听我的 这没错 同时我们再看看南华早报 说王毅Ready to test the waters in talks with the new Prime Minister 王毅是去试水的 跟那个菅义伟去试水 同时我们看看林明日报和南华早报 说王毅还与欧盟的外交政策高级代表来同花 然后昨天英国还发表了一个六个月的报告 一月份到六月份遭到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 痛斥说别白日做梦了 做殖民地的梦 同时 新华网还说面对多地散发新冠疫情 中国策屡战屡胜的背后 这也是中国解决方案 同时路透社中文网报道说 中国已经保证将尽快安排国际专家组复华调查 新冠病毒的起源 中国坦荡荡 同时我们看看回家了 回港医 因为现在香港居民 不管你是永久的还是非永久居民 只要是事先登记 在广东地区 别的地区不行 在广东地区 呆满14天 回来不用隔离 这个我们回家了 不知道是啥心情 顺畅是顺畅 但是呢 心情总有点不咋的 这个问题还要看特区政府 港疫情大爆发 香港政府今天出招加纳 然后同时呢 五千块钱 这五千块钱很有争议的 因为说确诊了可以拿五千块钱 他的本意呢 是说什么呢 因为你手听口听了 没工作了 所以补贴五千块钱 实际上呢 好像在鼓励确诊 但话不能这样说 但是呢 我的意见呢 是这样的 香港政府很有钱 之前呢 补贴了每个永久居民一万块钱 现在确诊了五千块钱 把这点钱拿出来 每个人强制性的做确诊 强制性的做这个衰选 无一漏洞 这笔钱花上去值 你现在这样花的钱反而是不值 你根本漏洞没堵上 这叫政府的动员能力和政府的远见着实 这是一个管理治理能力的问题 同时我们看看香港明报 社评说 强制检测 执行差 雷厉风行 讲学心 你看啊 都讲得很委婉 香港的新导日报说 抗议忠欲自由 强检不可手软 特地政府要听听啦 要听听啦 新导日报还说 市政廖廓互联互通 深刻第二上市股 开始努力去发展办成立 还出了一个专员 这个是去年香港的闹了这个风暴 咱们就不说了 黄之锋等这个三个人已经开始在压了 好来下面我们看看中国书报啊 人民日报海外版说 习近平向世界互联网大会 互联网发声论坛发贺信啊 他的重要的信息说 中国愿意世界进行素质合作 打造网络安全的一个新的格局 同时呢 《香港经济日报》和China Daily啊 《中国日报》的英网都有报道说 习近平这个处共建网络安全新格局 这是国企的啊 一些地方国企的这个企业债 呃就是债务违约吧 《香港经济日报》说 金融委昨天说林荣忍啊 昨天不是刘鹤副总理也出来讲话吗 林荣忍逃费债 再次开始出现反弹 通知阿里巴巴的董事长张勇说 监管助力平台型企业健康发展 非常及时和必要 约谈之后啊 简笑了 《Global Times》《环球时报》的英文网 和这个《香港文汇报》报道说 嫦娥5号今天发射23天之后 彩月上的土壤开始回家 同时《文汇报》和《香港新刀日报》说 中国832个贫困线全部脱贫 大陆驻台湾的记者 《汪报》报道说 年后恐怕会自然侵退 你看这政治生态发生变化了 联合早报 最后告诉你 山寨版的天安门有十多处 中国多地出现高造价仿见热潮 毫无必要的嘛这个事儿 好嘞咱们休息一下 后面看看严肃的事情 上天落海 人类之梦 我说的上天之海人类之梦 就是那个《常有5号》开始发射了 然后这次有四个第一 大家在新闻里面可能都看到了 而且这次是1972年以后首次 有从月球去采样本回来的 到了今天的点评了 我说中国向外太空强国稳步迈进 首先四个第一 也就是1972年将近50年以来的词 那么大家过去比较耳熟能详的是 长征从一号到很多号 天问从一号到后面几号 这次还有嫦娥已经到了五号 2004年是嫦娥一号 2003年是长征一号 所有的这些都象征着中国外太空 向外太空强国稳步迈进 首先第一个 上天入海是人类之梦 自古以来就有 对呀 这个科学的发现和技术进步 因为我们要发现宇宙 同时用发现的宇宙来促进人类的进步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无论是长征还是嫦娥还是天问 都意味着中国向外太空强国的稳步迈进 有报天天图 明天我们继续聊 所以我应该讨论 还有小调节奏 都不得那些 哪个人